作词 李宗盛 当你无知的时候 当你下哭泣的时候 我会永远陪伴 所有 不管你到底为何 总在躲避我 不管你永远胸荣 是否还爱我 我会在哪个身为我 多想我 默默地守护着 如果你会想起我 唱给你的承诺 如果你整个内容 只要一个拥抱 我会在哪个身为我的角落 永远偷偷摆着 先回打电话说 你们一直在一起 这怎么回事啊 花 妈 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也就不满你了 我爱相会 我爱他 我爱得比你早 比你深 比你彻底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呢 什么时候 舒尔 在我知道 自己怀孕之前 甚至 在我失去酒店的工作之前 甚至更早 在我傻傻地认为 你跟向辉 是我这个世界上 最爱的人的时候 是的 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 你真是我的好闺蜜 你真是我的好闺蜜 这一发掌我等很久了 现在我也坦然了 妖妖 我告诉你 对于相会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童话 童话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你怎么忍心 你明显我 昏了相会的孩子 你怎么认真我告诉她啊 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啊 你知道我和相会 是怎么在一起了 那得多感谢你哥毛西里 是她收了我的钱 制造了这一切 我哥 我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怎么哄 都这样了我还有必要骗你吗 你可以亲口去问问她 她是怎么配合我 去拆载你和相会的 许相会真的不属于你 即使你们现在一起了又怎么样 你们迟早会分开的 因为老天爷知道 最爱相会的人是我 童话 对对对 是童话 老爷爷知道 最爱相会的人是你的童话 我最好的朋友 童话 童话 你听好了 怎么现在该开始了 我们俩的关系 一刀两断 我 我们俩 都不想 回来 不能 我只要我 什么呀这事 看看吧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鸭鸭跟刘款离婚了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都愿你当初 为什么非不让香辉 和鸭鸭在一起呀 要不然鸭鸭能像今天这样为难吗 那我也是希望她嫁个有钱人 我有什么错啊 鸭鸭嫁不嫁有钱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 鸭鸭嫁不嫁谁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管那么多事干吗 你就管好你自己 早点给我生一座孙子 香雅你怎么了 莫希林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童话跟香辉在一起了 童话跟香辉在一起的事情 是不是你制造的 你可是我清歌呀 鸭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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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跟香辉在一起 是你一手制造的 童话跟香辉在一起 你混蛋 鸭鸭鸭 我怎么到哪儿都可以看到你啊 我也是这样觉得 这不正说明 我们缘分未尽吗 bon 好 不知道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别老说异样的话行吗 赵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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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自己也知道 你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 再继续下去也没有意义 孩子的事情 已经像阴影一样 印在每个人的心里 你妈妈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就算是你不离婚 你认为毛压压会快乐吗 以你妈妈的脾气 你认为她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吗 索性放手吧 让自己解脱 让毛压压也解脱 这样你也可以从你妈妈的 姐娘关系中解脱出来 不然每个人 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火 我真的是不忍心 看你这么难受 你不要总是急着 把我推开好吗 我走了 我走了 毛细莲 你怎么这么缺德呀 你跟童话传统一气 你有没有想过压压的感受啊 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压压吗 压压骂你骂得没错 怎么有你这样的歌呀 行了 假不假呀 别演了行吗 一唱一鹤的给谁看呢 妈 谁演了呀 我这是真的关心压压 电话还打不通啊 她不接电话我有什么办法 这大晚上一个人能去哪儿啊 压压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呸呸呸 说什么呢你 要咱们出去找找吧 你们都别逗 我去 您在家等下吧 那你好好找 有什么消息给妈来个电话 听到了 妈 你给刘霍打个电话 万一她能找到压压呢 对呀 我怎么把刘霍给忘了 赶紧给刘霍打个电话 好 我现在马上出门找她 等等 儿子 你是不是又要去找毛压压 你 你忘记你答应我的事情了吗 妈 我答应过你的贵物答应过你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脸回去 自己的家怎么会没脸回去呢 我答应过爸爸 我会净乎的 我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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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麒麟 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不应该剩下俏俏啊 我现在心里好痛啊 我现在心里好痛啊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大坏蛋 我是个骗子 我对不起刘火 我对不起他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妈对笑笑特别好 对我也特别好 还有香辉 那个大坏蛋 他居然告诉我 他跟童话在一起 所以离开我 童话跟香辉我最好的两个朋友 居然背着我 居然背着我在一起了 还有你 欧麒麟 我的亲哥哥 居然为了钱 帮着我的闺蜜一起算计我 把我跟我六年的男朋友搅黄了 你真是比电视剧还精彩啊 毛雅雅 你是个大笨蛋 你活该为所有人为了 你活该呀 雅雅你别这样 你打我 你打我 打我 哥 你告诉我为什么呀 我做错什么了 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老天 雅雅 雅雅哥错了 我原来就是想香辉配偶上你 我希望你离开他找一个更好的 还有童话他们家那么有钱 我就是想骗点钱用雅雅 我现在知道错了 只要你能原谅哥 哥发誓我以后我改 我洗心革面 我再也不做这些个龌龊的勾搭了 行吗雅雅 雅雅 来 哥跟你一块儿喝 来 喝呀 我也会不做什么 你看银雅 我现在好想知道 你去银雅 你去银雅 我去银雅 我想看那些什么 我去银雅 你去银雅 我去银雅 毛艾艾今天受了刺激 肯定会闹出点事来的 不过你放心 我了解刘霍 她既然答应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 等着办 等着他们俩离婚 今天咱们可以睡个好觉了 晚安 妈 妈 你找到艾艾了吗 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 艾艾 天呐 这怎么了这是 这怎么了 又多了 天呐 你去去去去 我天呐 我这小祖宗 上哪儿喝了 喝成这样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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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抽上了 好好的 你喝什么酒 等会儿来 我们谈谈 你们的离婚协议我看见了 那是我妈自己写的 不是我们的意思 看见艾艾这么痛苦 说实话我这当妈的 真的很心疼 心如刀绞 如果你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 就离了吧 我们不会离婚的 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一关 过不去 这是一个永远的心结 就算你能坚持你不介意 你能保证你妈也不介意嘛 我也是母亲我理解她 将心比心 天底下任何一个婆婆 遇到这种事都是不能接受的 妈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艾艾可是你亲闺女 你这向谁说话呢 怎么哪儿都有你说话的份啊 我就是想替艾艾说句公道话 你还敢说公道话 要是没有你们两口子 干那么多缺德的事 艾艾至于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还在说什么 赶紧给我滚回去 妈 我先照顾一下艾艾吧 好 你去吧 向辉 你别喝了 你喝多了 童话 你说艾艾她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她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 我那么爱她 她应该知道 她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 她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呢 真的很爱她 她应该知道呀 因为育ени 好像很大的 哎呀 你不能再原谅我一次吧 哎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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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哎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好担心你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他们昨天说找不到你 我很担心 过来等你 妈让我留下来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 我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了 你知道吗 当初跟向辉在一起的 不是别人 是童话 我最好的朋友 还有更可笑的呢 涉及所有这一切的不是别人 是我哥哥 我最亲的哥哥 怎么会这样 你一定很难过 但算了 叶鸭 别想了 这些事都过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 跟我回家好不好 我们两个一起面对我妈 一起面对这些问题 一定能解决的 六黄 我们离婚吧 在经历童话跟向辉 当初是如何瞒着我在一起的时候 在经历最近的事情以后 我发现 我快承受不起了 我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面对你妈 你妈她不会原谅我的 就算她能够原谅我 可是外界 也不会原谅我们 不会接受我们的 六黄 我们离婚了 哭 我真的快承受不起了吗 看你这样子 我好睡不得好睡不得 我也好睡不得离开你 我多么想把你求我 躲起一粒墨具 我也好舍不得离开你 可你却想一想都靠在我的脑海里 刘花 我求你了 再怎么努力想忘记也忘不掉你 你放过我好吗 就让自己沉醉在模糊的背里 永远不想清醒 就这样逝去 你可知道你是我 生命的所有 可知道只有你 其实我好爱好爱 我一生是我 当你无知的时候 当你下哭泣的时候 我会永远陪伴 好爱好爱 我会在哪儿 我会在哪儿个世为我多想我 默默地守护酒 如果你会想起我 唱给你一个唱歌 如果你成功内容 想要一个拥抱 我会在哪儿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呢 这是你们离婚的 离婚症 请收好 这是你家的钥匙 我还你 还有你的衣服 我已经洗好 叠好 放在柜子里了 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 知道吗 你也是 你还在家吗 在呢 你先等会儿上去 找你谈点事 什么事情 其实我做过一件很对不起你的事 我任心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能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跟童话的夜情 是我一手制造的 你在说什么 鸭鸭没跟你说过 大哥 你是鸭鸭的亲大哥 童话是鸭鸭最好的朋友 你们两个人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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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你现在打也打得 骂也骂得 你怎么惩罚我都行 你听我说 我们家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鸭鸭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是真心不想希望她下辈子再受苦了 可是你呢 你说你那个时候条件一穷二白的 你别说帮衬我们家了 你自己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所以 理解哥了 小慧 你果然来这儿了 童话 我问你 这一切你是不是跟毛西林已经策划好了 是你逼着我离开鸭鸭的对不对 是我说的 毛西林 你这个白野狼 你在我这儿敲了那么多钱 你现在居然坑我 你这个白野狼 我是白野狼 你是什么 你是我妹妹最好的闺蜜 你也背叛她 你混蛋了 我打死你 干什么你 够了 来 你懒得够了吗 脸够了吗 小慧 我 我不做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爱你啊 童话 你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这个字了 我一直以为你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女生 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原来你是这么一个有心机的人 我给毛牙这一生的幸福 就被你们两个人给毁了 小慧 小慧 非常便宜 绝对做不了三个 她 皇儿回来了 皇哥 到家 好 老天保佑 保佑我的儿子 重获自有了 这下可好了 薛姨啊 我说什么来着 关键的时候 火哥还是很理智的嘛 小青 你走吧 走 我去哪儿啊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离开我们家 工钱我会借给你 火哥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自己做过什么 你自己不清楚吗 轩姨 火哥要赶我走 你得帮忙我呀 小青 你到底做了什么呀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火哥这么生气 你 火儿 小青在我们家 已经这么久了 像我们扮个家人一样的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 家人 她把我当家人吗 你跟何雨琪都做了什么 难道还要我说吗 是 轩姨 明天替我做主 我为你 为这个家 为火哥 我都是真心实意付诸的 是 我是跟何雨琪有联系 可我是为了揭穿 毛奄奄的真面目 轩姨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我为了你和火哥呀 轩姨 我错了 你别看我走 我错了 轩姨 轩姨 好的 别再说话了 好 火儿 我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面 她的做法一定是不对的 你放心 我来处理她 好吗 好 那这个家你们自己待着吧 火哥 停 好 我严重地警告你啊 以后不准再跟何雨琪见面 你听见了没有 我听见了 我再也不敢了 轩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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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哭呢 哭了这么长时间 不会哭瞎了吧 妹妹啊 真有点孟姜女的欠着 你说这样跟长城哭 非把长城哭倒了不可 你说前两天啊 就孩子一个人哭 现在可好啊 这母子俩一块哭啊 你说这鸭鸭是不是真爱上流火了 都哭成这样了还有假呀 哪天你要去了 我都不再哭成这样呢 这怎么说话呢 你说鸭鸭的事你扯我干什么呀 看我点好行不行 你说这鸭鸭和流火还能和好吗 真不知道 悬吧 这流火他妈也太狠了 以死相逼啊 你说咱俩还能帮鸭鸭做点什么呢 人生第一次没主意了 要不咱还让想会跟鸭鸭和好 像像像什么像的 我警告你阿蒙熙 这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他现在今非昔毙了 鸭鸭凭什么理他呀 这要是我 一想到自己的闺蜜也会有 我叫你俩在这儿嚼舌根 哪有哥哥嫂子天天没事干 在这儿说妹妹的 他说的跟我说的 什么他说的 什么他说的 他猛臣 两个王八蛋 忍住不能哭 应该便重受 是 四流火 臭流火 我找不到工作 哎呀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去后海之夜画摊以画画为生 流浪在街头的漫画家 也不错 应该满酒 还倒向日的路 叫你孩子丢工作 这个是我 毛丫丫 这个男孩是笑笑 四流火 臭流火 你干嘛呀 今晚也不唱吗 还偷看我秘密啊 哎 哎 这是我的房间你还想有什么秘密啊 哎 我看一下 你的房间那也是我的房间好不好啊 哎 以后进来跳门啊 叫不懂女报你知道吧 你的就是我的 我们来看一看 哎呀 你给我 你给我啦 难看了吗 天哪 这很帅了好不好 比你自己本身帅 你给我 那一伙 那一伙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好好看一看 哇 干嘛突然想画我 因为你长得比较难看呀 是吗 我长得难看所以想画我 我长得好看 我长得好看 你长得好看 我画起来可不是那样 哎 就是想看你的心头 不让我躲而生 不完整的翅膀 故事都只能动容 我一个人 如果你有天想去我 我希望你也会愿望 祝福 我要等到那一天 听你说我愿意 让思念的两颗心 让思念的两颗心 都不为有距离 全世界每一种相应 变成我们的天年蜜蜜 我要告诉你 只想去大到一颗心 就是我爱你 想起第一次见到你 像一场电影 总之我每当想起 都无法呼吸 你的相应 闹上 变成的歌声 一样公平 一秒见不到你 我的世界就会消遇 我的每一句言语 全都是关于你 你 你不能自己 听你每一句呼吸 都让自己 更加死心塌地 想念你 我要等到那一天 听你说我愿意 让思念的两颗心 都不为有距离 你 全世界每一种相应 都变成我们的天年蜜蜜 我要告诉你 尽想去大到一颗 就是我爱你 你的相应 闹上 电视的歌声 一样公平 一秒见不到你 我的世界就会消遇 我的每一句言语 全都是关于你 你 你不能自己 听你每一句呼吸 都让自己 更加死心塌地 想念你 确定 我要等到那一天 听你说我愿意 你 牵着手的两颗牛 都不会摘风铃 我说的每一句爱你 都要用尽 确定是似的力 我要告诉你 尽想去大到一颗 我一定会让你解释 确实我爱你